今天講一下 我看到楊健卿有一宗這樣的訪問 先講講他 看網友的留言 網友不要亂講新屋領 新屋領現在沒有證據 不能講的 會是煽惑的 新屋領沒事 什麼事都沒有 打掃得很乾淨 所以昨天說的那個不夢夢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對 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要引人犯罪 還有我覺得 你走走走 不要走警署 不過人家在商場也很危險 好了 我們講講楊健卿上了興姐 兩兄相遇 上了劉慧興姐的議員內外節目 興姐也很厲害 興姐繼續做網台 厲害 堅持 講到新聞自由 其實有什麼好說呢 其實 劉慧興 阿興姐 你現在在香港講新聞自由 其實有什麼好說呢 楊健卿就說 新聞自由好像天氣裡面 烏魂密布 都很灰 沒問到之前停辦的眾新聞 有沒有機會復辦 他就說機會不大了 就不會不大的 你在外國就大了 香港就沒有機會了 不會中間的 要麼有要麼沒有 眾新聞一年前停運 他提及到當時有很多傳言言之作作 比如說要求沒有媒體七一前自行結束 立場在前年十二月停運之後 他說眾新聞就立即討論了 結論是有風險的 不用討論 這是常識來的 前景不樂觀 做新聞空間也收窄 一年之後 就說跟舊同事見面 有些年紀輕 認見是不捨得 其實眾新聞真的非常有水準 真的非常有水準 那些影片也相當精彩 是不是 那就 就是這樣 不過專門報導 法庭新聞的停刊和法庭線相繼創立 楊潔卿認為法庭新聞相對較為安全 其實你這樣說 你沒有社評的東西就安全 就是你描述回一件事 譬如說明日大雨 最後簽了九千億 那這些你就這樣說 應該是沒有什麼 就是全部都解僱 全部都說同一件事 主要媒體因為人手減少 就減了法庭報導 法庭新聞背後往往一些社會悲劇 值得透過個案 把問題告訴社會 覺得很硬 好了 我們就最後講這一宗案 就講講媒體 講立場新聞案 果然今天是不夠時間的 我有幾宗新聞 我就會放在會員專區那裡 小弟的Patreon也會有的 所以就 繼續希望吸引更多的朋友們支持 這宗案 這宗案呢 繼續 好像在這裡拍戲一樣 直接 逆權大撞 拍到 今天到了第十九日 審訊第十九日 就講關於 一些 又是涉及一些不同人的博客 文章等等 控方指 在立場發佈了三個初選出線者 何桂嵐 歐家成 不是 周家成 和梁仿惟的專訪 是為他們造勢和大光環 你怎麼發佈文章就是造勢和大光環 真的都幾好笑 並大攝宣揚其非法意念 又說初選參與者提倡攬炒 好 我想問有什麼問題 攬炒的概念 是嗎 攬炒的概念 他有沒有犯法 你有沒有一條法例說不准攬炒 你有沒有一條法例說不准攬炒 你有沒有一條法例說 你還了 第十八條刑事法攬炒 最高判法多少 你沒有一條法例攬炒 你沒有一條法例說不准攬炒 其實攬炒在法庭會怎麼譯法 我想知道 有沒有網友知道攬炒 怎麼譯法 攬炒 攬炒 Doom Fry 不知道 好了 他就 鍾佩權說 咦? 我剛剛看到Black Plain有宗新聞 讓我看看 很重要 讓我看看 什麼只有Lisa來香港 不是吧 沒有分心 有沒有人有Black Plain的演場會票 他說初選提倡攬炒 現在人家初選 是說利用你自己寫的立法會的權利 就是他不通過財政預算案 然後再不通過 然後他說什麼 希望你可以普選 達至你答應了的民主 那如果你也不肯答應 你繼續違非作底 違反民意 那他就解散你了 就是這樣 這是有人民的授權的問題 我想問 如果人民授權 他做一件不違法的事情 有什麼問題 當然有問題 因為對於極權來說 所有反對者都是犯法 再說一次 對於極權者來說 所有反對性 反對者都是犯法 控方就說 他推動暴力衝突 引起血腥鎮壓 顛覆國家政權 那麼鍾貝權就說 不同人對攬炒 又不同演繹 沒有人說過 一定是等於 這個推動暴力抗爭 也沒有說過 這樣為他造勢和大光環 他說這三個政治素人 之前都沒見過 但是受到注目和關注 是一個很有新聞價值的人物 那就是 難道他報道在街上 撿垃圾的人 他又說幫他造勢和弄光環 他說 只不過 透過公眾呈現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想法 是一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 雖然受訪者之後被捕 這個不是一個暴禁區 就算被定罪 罪犯都有他的言論自由 如果這個意見是關乎公眾利益 需要報道的 那就要報道 還有 周嘉誠和梁芳維初選後才訪問 訪問前 D糟糕了 政府都押後選舉 短期裏面都不能參選 幹什麼 何桂蘭就有一篇專訪 控方就指何桂蘭形容 黑暴是事實 這句說話是什麼問題 黑暴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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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是石頭是海 黑暴是事實 沒有問題 說港人需要中共抗爭 也對 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問題 當然 我們當然知道有什麼問題 就是有反對聲音 鍾貝權就說 何桂蘭是一個很出色的專業記者 是嗎 那其中訪問他那位就叫楊天瑞 這麼厲害的名字 楊天瑞就有訪問他 正是帶著新聞工作者和政治人物之間的界線是什麼 這個疑問呢 去問何桂蘭 覺得他應該要搞清楚這件事 不是幫他做事 想著 那在專訪裡面陷入了何桂蘭 他製作一些呼籲支持立法會抗爭的片段 片結尾 何桂蘭說 明天希望民主派可以堅持到底 否則立法會就會成為建制派的惡法放題 楊天瑞就說 這句話在香港傳媒最少在立場新聞 這句話在香港傳媒最少在立場新聞是不能說的 是斷不能說的 鍾貝權同意 直言直指報導和評論是兩回事 立場沒有任何倡議 而這篇文章只是反映政治平台和傳媒的界線很清楚 我們傳媒是新聞機構 不是政治平台 也不是政治人物 這樣 最後他就說 我也沒有說過支持何桂蘭 立場新聞也沒有說過支持何桂蘭 一個政治人物表達自己的政見 如果這樣也說這個煽動 其實也很危險 何桂蘭說警部是事實的說法 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和民情支持 可以繼續討論 沒理由因為一個政治人物提出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說他煽動 甚至說牽涉一個罪行 這個韓蟬效應實在太大了 至於周嘉誠方面 控方就說他推崇香港民族 那又有什麼問題 你媽媽 你中共也不做共和 香港有一個民族有什麼問題 鍾貝權說民族主義不一定是分離主義 對 對嗎 對 你中共也聲稱自己有 七七四十九個族 最後 控方就說梁仿維的專訪 就說35plus的目標令到中共瘋狂 鍾貝權認為 這只是表達他希望抗爭 令到當權者做錯決定和付出代價 以達抗爭訴求 並強調當時選舉經已公佈 額後基本上他做不到很想要的事 至於另一篇博客 就是羅冠聰讚寫的香港美麗島 就指 想這個名字也想到什麼 鍾貝權就說 當時是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也說到他票王 一個知名受重視很矚目的政治人物 他做演的立場博客 轉載這個文章 沒問題 控方就說 他指初選案是港版美麗島 是為犯案者大綱華和慎怨 乘機打擊政府 喂 我想問 怎麼定義為打擊政府呢 你政府會少了個人嗎 你政府做不到事嗎 政府出不到糧嗎 你少了稅收嗎 我怎麼打擊你 指出你的問題就是打擊你 他說他的文章是反映社會上部分人對47人案的看法 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一個前立法會議員公開有這樣的指控或者評論 是要給人知道 這是講公共性的問題 他的初選案是具爭議 他們有責任報道不同的聲音 是吧 亦都認為指出政府 執法機構 司法機構的錯誤 是言論自由來的 你應該包容 余若薇最後就說 控方當然會說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 但是 對言論自由的限制 更加不是絕對 這是非常好說的 這是之前村長也有說的 我覺得真的非常明據 自由不是絕對 但是打壓自由更加不應該絕對 鍾培權說 一講言論自由我比較欲謹 因為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災難 都是源起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好像五十年代造成過千萬的三年饑荒文化大革命 你舉例子 你舉得這麼近的例子 你舉得遠一點 你這麼過份一點 鍾培權 你說什麼 你說朱元璋 你講到這麼近 他說 因為沒有言論自由 令到災害發展到慘絕人蠻的地步 這些教訓很深 所以一定要珍惜言論自由 這個就是立場新聞的判案 就判到第十九天 好 差不多 辛苦了各位朋友 我有幾段新聞 就會留在會員專區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才是差不多 如無意外 明天後日我都是會錄定的 OK 但是節目內容都一定相當豐富 如果大家看不夠後 進Patreon 五元美金 細火 一個月有二十個節目 還有這些節目 其實都會 都是需要你們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OK 當然 有些朋友說 我真的不想裝Patreon 明白的 所以我們有一點精華內容 我們會放到印太後備頻道 印太之前 按個訂閱也可以吧 好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看看民意調查 Shin 早做過民意調查 Shin 好 多謝大家的參與 嘩 嘩 這裡都反映某程度 嘩 超過一百票 在數據上面 超過一百票經驗 是一個significance 91%是香港人 應該 不是我們不想做中國人 再說一次 我們沒有資格做 對不對 但是現在對英國人 也是很生氣的 英國人實在太過份了 只有一個廣字 是吧 收拾吧 早該優異 就是這樣 明天見 Thank you 拜拜